《關心賢》攜惠五年 終於在上個月推出一首新的廣東歌 這日她為一個長者節目擔任嘉賓 提及即將踏入歌手生涯第20年 阿J就說希望可以在紅館開演唱會 和歌迷一起慶祝 最近阿J非常努力宣傳新歌 而她四歲的女兒心心也開始董事 不單只學媽媽唱歌 還對媽媽的工作行情覺得非常好奇 現在她常常唱情願我不嵌 她真的很認真地唱 笑得我卡卡聲 裝成我很欲緊的那些笑死我 她都開始懂得我做的事 開始有時候被她了解 今天我去哪裡 今天宣傳新歌 我今天做訪問 但她不明白為何你不停要做同一件事 為何你又做訪問 為何你又要去電視 然後我說是 因為好像每天都要上學 不是上一天的 不停地上 你要介紹她的歌 可能兩個月都要介紹同一首歌 然後是另一首歌 慢慢要解釋給她聽 現在她明白了 她就會放我去工作 聽阿J這樣說 女兒似乎對唱歌相當有興趣 被問到會不會培訓女兒做歌手 阿J就說要看看她的意願 我要問問她 問她你想不想表演 你怕不怕,怕不怕 如果她說我不怕 可能今年就幫她去我的音樂學校學一下 讓她可以上一些訓練 然後才上台 因為真的上台和你在家裡唱是兩件事 面對觀眾 心理質素那些東西 所以要慢慢去教她 如果她說今年我真的明年想跟你一起上台 那就用今年的時間慢慢教她一首飲歌 至於同場的麥雅志 這天就擔任主持 Angie說近來主持有線網絡平台的節目 港媽B哩哩巴拉 都在其他媽媽身上學到不同的家庭相處之道 在有線港媽B哩哩巴拉那邊的一個OTT的節目 其實很好 因為我們有很多不同類型的媽媽 有些是事業型的 家裡可能是煮飯、家庭、世母交給姐姐 但事業型的媽媽 又會帶回不同的東西回家 因為她在家工作上的趣聞、趣事 她又會跟家人分享 變成一個重心 好像是兩者之間可以得到平衡 有些也是很家庭型的媽媽 她們就會教識我 怎樣可以跟長輩、老爺、奶奶、家姑 那些全部都相處得很好 我覺得當中很多分享 都是值得聽 值得互相了解和學習的 說起女女的七歲生日就快到 Angie就說因為疫情關係 只可以為女女開個小型派對